我们来看看明天就是5月1号劳动节了 不过现在劳工团体说 明天恐怕是最难过的一个劳动节 明天呛马行动遍地开花 不过难道总统马英九是纹身不就苦吗 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好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就是5月1号劳动节了 那明天呢劳动团体也打算用遍地开花的方式来上街抗议 马政府油电双掌等等的政策适当 让劳工朋友生活都要过不下去了 那么当然在劳动节的前夕 今天总统马英九来到桃园 表扬了五大产业的模范劳工 不过呢在场内是表扬的情况 场外却是面临到劳工团体的大声抗议 面对现在民怨沸腾 总统马英九也表示说 政府是绝对没有傲慢 应该要让比较有能力的人 多分担一点油电价格 那么这也是大家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不过这样的说法听在劳工朋友的耳里 大家还是很不能接受 游定双掌日子难过 桃园当地明代率众向马总统抗议 人在场内出席劳动节表扬大会的马总统听到了吗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决定 民怨一定很高 而我们之所以还要做这个决定 不是因为我们傲慢 我们哪里敢傲慢 最重要的面对这些能源成本不断升高的社会 我们大家也必须要有一些准备 尽量的有比较有能力的人分担多一点 用这个方式来减少这个冲击 我非常不够体会民众的心情 不是我喜欢给大家制造困难 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共同面对的 心里有数 邮电双掌对民生冲击 马总统强调政府绝不傲慢 也会照顾弱势 但劳工团体已经准备好 五一劳动节上街头抗议 在凯道举行爆干运动会凸显劳工困境 预估超过千人的反剥削大游行 从自由广场出发 也有团体要到立法院门口成情 总统建双掌明 总统劳工团体要上街抗议 是是是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 我们也在进进步仔细的评估当中 什么都涨就薪水没涨 堪称最难过的劳动节 劳工们要上街一吐怨气 三地新闻 系列阳上千 人小组台北部导 好人民在受苦 刚刚总统马英九是说他听到了 不过明天 这个劳团还是要上街来抗议 但是呢 不等520 在今天就有议员 已经先来静坐 准备要来游行 因为再过20天 就是马总统520的就职日 那民进党的各县市议员 今天也开始展开了全台串联 开始在凯道前要来静坐 准备一口气要坐到520 他们说呢 不管是白天黑夜 或者是刮风下雨 一定要来接力撑下去 打死不退 不过来看看这几天 像是今天台北市的高温 飙升到了34.9度 真的是太热了 静坐第一天议员就快要被大太阳给征手了 大家有烂 人民送武 全民站出来 游天双掌天怒人怨 赶在马总统就职前 民进党议员不只站上街头 更要坐上街头 打算一口气坐到520 你把我们抬走丢掉 我跟你们保证 我们一定会再回来 但是天气气滚滚 中午气温甚至一度逼近35度 凉的不停送上来 议员也怕静坐后变欧郎厚厚厚厚厚一层防晒乳少不了 那他肚皮要不要擦 肚皮 这样可能不够 因为肚皮稍微嫌大 哥良好互擦防晒乳还有保湿喷雾量一下 就怕被大太阳给蒸熟 白宝袋偷出来 什么都没有 从防晒乳 保湿喷雾 维他命 充电器 趋温油到清便雨衣 不管晴天雨天 全部hold得住 像说这么冷的天气 我只好带一顿毛帽 不知我看里头这么大我就会忍 万万没想到从嘉义带来一顶重鼠帽 还有议员上一秒还在节目里 下一秒立刻变装加入队伍 因为静坐行列大家轮流顾 起码维持两位议员搭帐篷职业班 在这里静坐晚上睡觉 一瓶250万有睡有赚到 为了抢马总统议员静坐 不怕晒到变人干 更不怕晚上睡觉当肉醉 就是要对马政府表达抗议 三连新闻由不知白乔英台北 蔡华岛 好 最近涨价是涨到民怨沸腾 所以呢 陆港政长的补选 国民党会输得那么难看 现在外界把矛头指向了马总统 认为都是政府的决策 硬干所以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流失了票源 不过昨天呢 国民党陆港政长的落选员 蔡明忠 却是扣印进了政论节目 希望大家不要再把错推到了马总统身上 都是他自己的努力不够 那一说完呢 不等现场的来宾提问 他就冲冲的挂上电话 陆港政长补选 民政长大胜国民党 马总统成了落选主因 战败的国民党复选人蔡明忠 扣印进政论节目 扛下败选责任 蔡明忠就怕外界把矛头通通指向马总统跳出来辟谣 但敌不过主持人和来宾尖锐追问 如果你认为你不是一个适当的候选人 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建议 你是败选 而且是7比3的败选 请你面对民意过去 说你已经输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仍然为了马英九 邮电双掌费输是这个样子吗 你说你要个人承担 我很尊重你 你总算个人承担 可是你真的没那么重要 一句谢谢都没说就匆匆挂上电话 让在场来宾都傻眼 蔡明忠想帮马总统护航 在野党不以为然 一直想说反正已经输了嘛 那不如扛起来做得漂亮一点 说不定老板马英九还会赏识一下 哦这个人有guts 说不定将来还会重用他也不一定 从瘦肉精美牛隐匿情流感到油电双掌 马政府早已搞得天怒人怨 说不影响陆港选票 恐怕很难让人相信 三丽新闻 邮博志 白乔英 台北采访报道